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Lunzy的频道 我们今天来说说时尚 时尚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对吧 各种各样的品牌 你找个小姑娘 噗噗噗噗 张口就来 这直男也得稍微知道一点 别整天啥儿不知道 天儿都聊死了 我们再来看看 欧洲富豪排行榜的前两名 都来自时尚圈 一个就是LVMH集团的头 现在也是身家 千亿美金这个级别了 第二名就是Zara Zara这个老爷子 现在也是600多亿美金 它俩其实正好代表 就时尚圈两个非常 不一样的类别吧 一个就是大牌奢侈品 另一类就是这种 像Zara H&M这种 快速时尚的品牌 你看这俩都是首富 一看应该都挺专件的 我们先来看看去年 2019年这两个类别吧 我以LVMH作为奢侈品的代表 以Zara作为 快速时尚行业的代表 LVMH就是LV的母公司 2019年的时候 全年一共卖了540亿欧元 整个利润率达到了22% 然后Zara的母公司 叫Inditex 它2019年全年 一共是280亿欧元 利润率有17% 所以利润差不多 差了能有两倍 利润率其实只有五个点 所以你看这整个 感觉数量 其实都在一个级别的 感觉也没差那么多 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你说我们在这些 时尚品牌上 花了那么多钱 他们也赚了那么多钱 那作为消费者的我们 当然是有权知道 这个钱是怎么赚的 所以我们今天 也在深入地讨论一下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 模式背后 深入到它的商业逻辑 和它的运营层面上 到底都有什么区别 看看他们这钱 到底都是怎么赚 奢侈品这边吧 我们知道 各种各样品牌也很多 但其实呢 他们也算是一个寡头市场 都是被两个 很大的集团占领的 一个呢就是这个LVMH 另一个叫做Carrie LVMH 你一听戴LV对吧 一下就知道是LV的母公司 但它其实底下呢 除了LV 还有像Findy啊 Dior啊 还有我们知道 就卖化妆品的那个连锁店 斯福兰 Sephora 也是LVMH旗下 他们之前还传闻啊 就是要收购Tiffany 就是那个珠宝首饰的 100多亿美金收购 现在还没有完全 所以不管啊 你是要买化妆品 还是要买珠宝首饰 还是你买这个包 那个包 最后就是通通到了 LVMH集团的这个 小金库里头 快速时尚这边其实也是 有Zara为首的集团 Inditex 还有以H&M为首的集团 所以说到底啊 这个大牌奢侈品 它卖的就是一个品牌 然后快时尚这边呢 它卖的就是一个快 所以这品牌价值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想你为什么 会买一个大牌 对吧 除了它质量很好之外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公众大众 对这个品牌的一个认可度 穿上用上 就会感觉有一种优越感 比如说你看着有一个 穿了件衣服很好看 嗯挺好 仔细一看 哦原来是Gucci的衣服呀 瞬间就感觉 嗯死女子家底殷实 可以 所以很多人买这种品牌呢 其实也是买了 社会身份的这样一个标签 所以呢这些大牌 它就需要让这个自己的品牌 保持这个高价 保持社会对它的认可度 所以一旦它的价格降下来了 反而就没有人买它了 比如说前两年那个Coach Coach其实一开始 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品牌 但后来它就走那种 疯狂打折的路线 比如说我去那个 Outless 去Woodbury的时候 哇Coach店 排大长队 恨不得出来 拎两箱Coach回去 各种送人 然后最后就有一点 要感觉烂大街了 然后立马这些高端的人 就不买了 那这一下子 对品牌影响就很大了 所以Coach最后 也是用整个全体换写 换设计师 整个重新打造了里面 把价格又抬起来了 现在慢慢的 这个社会形象也是 日渐好转 所以这个大牌说到底 它就是要维持高价 维持逼格 维持品牌的一个认可度 但是Zara就不一样了 它们就是各种 你质量它肯定赶不上那些大牌 但是它 你耐不住人家样式多 对吧 上心快 所以它拼的是什么 拼的是保持低价 然后同时能够让它这个 供应链很快速的运转 所以对于Zara 这种快速时尚品牌来讲 它比的就是快和低成本 你以为到这儿 咱就讲完了吗 当然你看那进度条 才到那儿了 对吧 我们当然是要深挖了 刚才说的 其实是它一个比较顶层的 就是商业模式 和它的一个调性 说到这个时尚产业 整个这个产业链 基本上就是设计 生产 营销 然后售后 这整个链条下来 一般的公司 基本上是得三个月到六月 也就是说 一般一个品牌 每年可能有两个季度 SS就是Spring Summer 就是春夏季 还有叫比如AW FW 就是Altum Winter Fall Winter 就是秋冬季 然后有一些品牌 每年会有四季 但是Zara就不一样了 Zara它快到什么程度 它从整个这个环 整个生产下来 快的话 一个月就从设计 就能上架到量产到销售到售后了 按照这个整个环做下来 每年能有12000个新品 是不是 总有一款适合你 所以Zara能做到这么大 这么厉害 快 其实是它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刚才也说了 那些大牌 它主要就是要维持品牌价值 对吧 那它在这个环里 它们到底都是怎么搞 我们先说这个设计 设计其实正常一个衣服 设计周期差不多是四周到六周 但奢侈品肯定时间要更长 对吧 因为它有精细 这个细致彰显逼格 你要这个奢侈品 要的就是这个逼格 所以你看它 然后哪调整 对吧 所以一般时间都会更长 而且很多奢侈品 它每一记上新 是要有一个collection的 collection就不是设计一个了 设计好多个 然后都有一些相应的元素 那整个设计周期 就变得更长了 而且对于奢侈品来讲 这设计师也是非常贵 你请一个顶级的设计师 因为其实很多情况下 这个品牌就有一个 首席设计师 这个设计师的成败 就基本上要决定了 这个品牌 能不能引领下一季的潮流 所以它们又是贵 然后时间又长 ZARA就不一样了 ZARA的设计周期要多久呢 几乎为零 这怎么讲呢 你就不得不说到 ZARA是怎么起来的 1975年的时候 就在西班牙 有一个18线纺织城 Galacia 它其实第一家店卖的衣服 就是那种 跟大牌差不多的 走秀款的一个仿款 结果就慢慢就做得活起来了 所以它就一直延续了 它一如既往的传统 其实都没有什么 特别知名的设计师 所以成本也很低 他们要做的事情 不是自己去设计 就是从这些大牌的 走秀场上 去借鉴一些灵改 然后进行一些改造 基本上改的 就把它改的 更容易生产一点 比如说你看 这个鞋 这是Chloe的这个款 ZARA改完之后 样子差不多 但你看 它那些各种圆滑的 那些角全没了 这样肯定更好生产 所以有的时候 连改造都懒得改造 拿过来 直接生产 直接就上了 所以这样肯定大大的 就缩短了 这个生产的周期 那有些人就问了 难道这种设计 不受版权保护吗 ZARA这么模仿 难道不是侵权吗 我们稍微简单说一下 这个版权的事 其实在版权界 就像是艺术品 这种东西 是可以保护的 比如一首歌可以保护 一个电影可以保护 一幅画可以被版权保护 但是一些偏实用性质的东西 它是没法被版权保护的 就比如说 我这个衣服 材料可以保护 logo可以保护 但版型这个东西 你就没法去申请版权了 就比如说 你画一幅画 作为画 它是有版权的 但是你把这个画 裹在身上 变成一套裙子 它就没有版权保护了 所以 其实这个也是 对设计师造成了 很大的障碍 你说他们都画了 那么精神 设计出来的东西 然后没法版权保护 人家拿去就给用了 亏不亏对吧 那其实这个呢 从这个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讲 他们是这么想的 他们就觉得 正常情况下 如果你看一个国家的GDP 和版权的认可度 这两个是正相关的 也就是说 版权保护越多的地方 它是国家整个经济发展 其实是越好的 但是时尚圈呢 就恰恰相反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时尚圈 其实它这种各种模仿 各种借鉴 其实是更加促进了 整个时尚界的发展 就比如说 一个设计师 他设计出来 一个很好的东西 其他就会有设计师来模仿 模仿了之后呢 才能促进这个生产 这样就会有更大的量 能把这个时尚 去变成一个潮流 变成潮流之后呢 大家都开始穿呀 慢慢呢 就会变成一个 又有点像烂大街的 一个东西了 所以那些潮人 那他们肯定不想 穿烂大街的东西 他们又要去追求 一个新的时尚 所以设计师 又要有设计出来 新的时尚 来从而满足 这些人的需求 所以就这样 一直不断不断地 更新迭代 反而那是促进了 时尚界整个的生产 消费和发展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立法部门 他们就是说 这种实用性质的东西 更促进消费的 这种他们其实 是不用版权去保护的 而且呀 ZARA在这个时尚圈里 各种借鉴 也不是什么这个秘密了 都基本上是 圈内大家都公开的事 但ZARA就是把这个事 做到了极致 而且又极其极快的 各种复制了 整个的这种潮流 能让它第一成本又低 第二速度又快 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生产 你说这些大牌 它贵 首先它整个原材料材质 肯定都是好的 比如说爱马仕 它要去做一个包 它可能弄个什么鳄鱼皮 你光原材料 你从非洲 从哪弄个鳄鱼皮 就得2000刀 这成本一下就上来了 还有其实这些大牌 他们一般用的材料 都是什么 真丝 羊绒 麻 都是这种很天然 很贵的材料 就不像ZARA 很多都是合成材料 这成本一下就降低 再就是它的做工 一般你看 他们产地都是 什么法国 意大利 感觉那种慢工出细活的地方 一个老工匠 弄个十天半个月 给你扣持出来一个包 而且那种奢侈品很多 就比如说你的包坏了 都带编号的 直接把这个送回原厂 让原来的那个工匠 给你再去 给你修 首先人力成本就很高 第二个慢工出细活 对吧 你要惊喜 那肯定都是手工作 就会很慢 但是ZARA就不一样了 首先ZARA这个材料 其实很多都是人工合成的 所以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 然后你想 它每年要一万两千件新品 全球有两千多家电 它怎么能用那么大量的生产 然后速度又能那么快呢 所以其实ZARA在这上面 做了挺多调整 就我们看到很多 生产服装的品牌 它是把厂设在亚洲的 就是东南亚一带 就大大降低了成本 但是其实运输的速度 就会变慢 说实话 我觉得ZARA还挺聪明的 它就把它整个的商品 分成两大类 一类我们把它叫时尚款 一类叫基本款 时尚款就是那种 我们刚才说在设计环节 它从那种走秀场上 能挖掘到很多灵感 所以针对这种 它就把这部分厂生产 放到了欧洲 就是它那开始的 18线防制城 然后还有像土耳其 摩纳哥 葡萄牙 这种生产成本 会稍微低一点的地方 就能保证速度非常快 基本上你看那走秀场 刚走完 拿过来立马就放着 就生产 第二天就恨不得 就要给你上架 然后就是这个基本款 基本款你想 它常年都在那放着 所以速度其实对他们来讲 就不是最主要的 所以就要控制成本 所以他们这块呢 就也是把这个生产 放到了亚洲 所以这样呢 很聪明地把这个产品 分了个层 就能做到 一是成本能降到最低 第二也能保证该快的地方 速度达到最快 插一嘴啊 我们说到它生产这个快 还有一很大的好处 这个其实也能促进销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最开始说 一般一个品牌 一年两到四级 但是ZARA 它差不多一周快的时候 一周能上新两次 那上新你就想去逛一逛 对吧 你看我之前上班 边上就有个ZARA 所以有的时候你下班 没事反正进去溜一圈 别看看有什么新东西 也不贵对吧 很好的增加了销售额 像之前西班牙 有一个调查 就说一般的品牌 一年你可能一个顾客 去两到三次 但ZARA 一年要去17次呀 平均下来 你说说这 不都是销售额 屁里啪啪就上来了吗 刚刚说了设计 说了生产 我们接着说说这个营销 你说说到营销 一般我们想到就是打广告 对吧 LV也是这么想 所以你看那些大牌奢侈品 他们会斥巨资 在广告 在营销上 就比如说 以2019年刚刚那个数字 我们看LVMH 这个集团的年报 一共是500多亿的收入 其中有200多亿 是花在了营销上 就40%的广告成本 怪不得之前我们说 广告那个产业 是一个巨大的产业 然后还有很大的一块呢 就是这个走秀 走秀其实 就是你想一般人 他是不去看那个走秀的 但是都谁去看 明星 设计师 对吧 感觉都是时尚的引领者 所以他们如果去了 在秀场里做得很好之后 这明星跟着穿 哎 潮流就带起来了 但是走秀 其实花费也是不小的一笔钱 一般如果我们办一个小型的秀 差不多几百万人民币的样子 但是那种大型的秀 比如我觉得大家可能 知名度最高的就是维密 走秀对吧 都是名模 超模 一个个感觉一堆天使在那 这种一秀维密前两年 一个秀差不多要上亿人民币 说吧 你买一个 假设你买个五万块钱的包 那其实这里面可能有两万块钱 都是花在营销上 但你说这些营销 真的就没有价值吗 当然不是了 因为我们刚才说这种大盘 它最主要的就是 打造品牌的价值 那这些广告 这些走秀 其实恰恰就是在不停的树立 它的品牌形象 打造的品牌的价值 就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广告 你看我经常 我就刷那个Instagram 看Dior的一个广告 就开始跟你讲 开始那个包是怎么画出来的 然后弄一个老公 像戴着眼镜 给一点点抠制 你就感觉 你看完那广告 你就知道 哇塞 这个包原来经历了 这么长的一个 这么精细的制作过程 太厉害了 我好想拥有 真的就会让你感觉 那种逼格 就是被这些广告 一点点铺垫 一点点打造起来的 但是啊 Zara就不一样了 你看2019年Zara的年报 在营销上 几乎是零成本 就有一些可能人员的华分 对吧 你能想象 那么大的一个品牌 不打广告 不过你确实 你见过Zara打广告吗 没有吧 对吧 这其实就是Zara 对我怎么这么啰嗦 这也是Zara营销策略里 非常非常牛逼的一个 就是它零广告 它挣的钱都干嘛了 不打广告 它去开店 因为对Zara来讲 店铺本身就是宣传 而且它是要走量的 对吧 走量那肯定要电多 电多量才能走起来 所以Zara的策略 就是我不营销 而且它开店 现在还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那些大牌 他们其实不想把店 跟Zara开在一起 因为大牌跟大牌聚在一起 感觉我们这是个高端区 但Zara它现在有钱了 有钱之后呢 它就紧追着这些 大牌的步伐 就比如说在纽约 在第五大道上 一般第五大道到59街 越往北 就是品牌 更大牌一些嘛 像是什么 Prada呀 Gucci呀 LV呀 这些都在 578街 589街那块 Zara一开始 它在第五大道上 42街开了一家 然后现在赶赶赶赶赶赶 把52街 那个666 5th Avenue 也给买下来了 在那开了一家店 就紧跟着那些大牌的步伐 所以这知名度啊 包括店面的设计 包括知名度 都越来越高了 所以这儿就给Zara 省了一大笔钱呀 40%的营销花费 Zara几乎就是零 所以我们看 以Zara为首的这种 快时尚行业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特别特别神奇的存在 它就各个想尽一切办法 降低成分 加快速度 所以你看它基本上是零设计 零营销 然后在生产环节 也是近一切可能 大大降低的成本 所以你不得不说 它牺牲了一些 比如说品质 或者原创性 但是呢 它把它的快速 做到了极致 就是很好的适应了 现在这种 快速消费 快文化的 这样的一个 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行我们分析了 这么一大圈啊 那作为消费者 我们也知道 这个钱都花在哪了 那到底要买什么呢 这还是一个千古难题 我之前有的时候就说 我买个好东西 它时间长了对吧 而且我用的次数多 不是买一个包 我天天背 算下来平均每天 成本好像也还OK 但是你这每次买 每次买 最后花钱还是你啊 对吧 所以姐妹们 我们买东西 最好还是优质点 但是男性同胞就不一样了 你想啊 你就一个女朋友 你就一个老婆对吧 没了就没了 所以该剁手时就剁手 好 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大家千万别忘了关注 然后like 给我一点做视频的动力 那今天先这样了 拜 但是Zara就不一样了 但是Zara就不一样了 但是Zara就不一样了